一年六场的李克勤和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奏厅演唱会在宏观举行 首场的演出全场爆满 必须引到邝美云 陈百祥等圈中好友支持 李克勤在台上把历年的经典一次性的唱完 连堪称长期待的他都有点吃不消 好累 好像 之前发过这么多遍的演唱会都没有今天唱那么多的歌 然后还有很多都是非常比较难唱 所以尤其是因为这一次演唱会有很多歌都是重新的编曲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唱得非常小心 所以其实之前排练很长的时间 还有就是在现场唱歌的时候 其实都要非常紧张跟小心 在演唱会进行到中段 李克勤突然宣布好友荣祖而上台助阵 让台下观众非常惊喜 但可能大家太久没有合作过 以至李克勤与Joy在合唱刻不容缓的时候 第一句就出现脱嘴的情况 从来亦无止心 人温亦温 攏ерм 这首歌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安排 任何的特别来宾 今天跟祖儿联络的时候 因为他本来是最后的一场才过来看的 昨天晚上他跟我说 今天有时间不如今天来了 我就说好谢谢你 然后就说要不要上来玩一玩 然后他就说好啊 其实我们在那个歌谱也没有 所以是临时去找这个歌谱出来的 所以非常感谢他 也真的非常期望 期望可以再有机会 能够跟他再办一个演唱会 先叫他来我家吃个火锅 因为我跟他都是很喜欢火锅的 还有我的儿子也是有一大段的时间 没有见过他了 所以演唱会完了以后 邀请他过来做歌吧 幸亏两人慢慢掌握默契 合作渐入佳境 才不是让客情首场的演出就陷入尴尬 而李克勤的老婆卢淑仪和儿子 就没有出现在观众和媒体的视线之中 根据李克勤事前的描述 他会等没有记者采访的场次 才会安排儿子进场欣赏 而老婆则早就变成了台底的演唱会工作人员 其实每一次演唱会都会在台底 因为他会帮我处理 那个costume的衣服的部分 所以他都在台底 在台底 在帮我弄衣服 搜狐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